食品包裝上的標示內容 你看得懂幾項 你這個八十幾項味道 看我已經黑了 對啊 就你本來是早上九點 你去大賣場要買東西 回來已經晚上五點了 因為我只有胡椒鹽 我已經看得懂 其他那些化學名字 我都還給老師 真的 她已經有吃了 什麼叫做 你背得起來 真的好假喔 其實它就是俗稱的 大家一定都吃過 不可能沒吃過 可是我們沒有人認識它 對不對 金美美 是 這兩年台灣的食品風暴 可以說一波接著一波 最近衛福部新的規定 所有的產品 它都要把它裡面的成分 我們的國家終於動起來了是不是 是 妳覺得政府好好對不對 對啊 開始關心我們了 問題是 一碗的泡麵裡面就有 八十多種的成分 八十多種 我們有吃那麼多 你看這個泡麵裡面八十多種 那個字跟螞蟻 比螞蟻更小 第一個 看不看不看 所以每次買東西 要再放大鏡去看對不對 對 而且大部分都是 專有名詞 對 在這裡 所以到底有多專有 我們來看一下 好豐富喔 它要寫什麼 黏稠劑就是什麼碳酸澱粉 對 沒有 你這八十多種味道 看不看已經暗了 對啊 就妳本來是早上九點 去大賣場要買東西 回來已經晚上五點了 因為媽媽粉 全部都卡在那裡就對了 小孩子已經餓死了 真的 而且你看像這些 什麼琥珀酸 惡辣 誰人知道是什麼 一些很多惡辣 對啊 有的記又不會黏 還有這個 還有喔 這是布丁的 布丁 布丁就有這麼多吃 妳的孩子最愛吃對不對 不是他們的孩子最愛吃 媽媽也最愛吃 這裡面有三十幾種 對啊 而且還有什麼脂肪酸 甘油脂 焦糖色素 都是一大堆 所以妳看完以後有一個好處 就沒有實意了 看完之後 這是什麼啦對不對 對啊 所以囉 那妳說政府 既然想要開始關心我們 但是它的美意 實在是讓我們這些媽媽 或是讓全 廣大的這些民眾們 是越看越模糊 而且越看越不懂 到底在標示些什麼 我們來問問今天的來賓 平常買東西 到底大家會不會注意看這些東西 有 有在看 但是有看懂嗎 重點來了 以前沒有標那麼多 所以會看一下 對 然後所以我記得只要 反正都是來對數字化學名詞 二 三 納流 鈣什麼 沒了 都是這些東西來 對 然後看不懂沒關係 重點來了 只要看它寫 不添加防腐劑 不添加 我不添加 還有什麼 什麼 人工色素 人工色素 對 這是重點 不是 還有沒有基因改造 對… 沒有基因改造這很基本耶 這算出幾班了吧 你問元甄 元甄看得懂的一定出幾班的 什麼 是不是 這個我是看新聞才懂的 而且我之前也是買東西 不可能會去看那個標示成分 對 可是我只有買牛奶的時候 會看製造日期 為什麼 看製造日期 這根本不用拿出來講嗎 我想說牛奶為什麼要特別看 原來是看製造日期 那真的要看一下對不對 所以其他看不懂 真的沒有辦法 可是像妳這麼愛吃零食的 妳會不會有一些基本的門檻 去做篩選 因為我只有胡椒鹽 我已經看得懂 其他那些化學名詞 我都還給老師 真的 好 所以志強 那妳平常就是在買東西的時候 妳會稍微注意一下嗎 妳男人吃東西 哪有那麼龜毛 真的 看中看就不帥了啦 可是以前大家東馬不會看 但是自從食安的問題 一波爆完一波 妳都不會想說稍微注意一下嗎 其實還好 我的心態都是覺得 去交給政府去把關 妳還相信他們 我就台灣人嘛 我們就只能這樣子就是 善良的台灣人 活在當下 可是也不能相信自己 自己也很不準 自己也看不懂 但是我反而會去注意一些 就是什麼熱量卡路里 什麼蛋白質那些東西 因為平常有在運動 對… 因為平常有在運動 所以我去注意那個營養標示 那個我倒覺得 也是滿貼心的設計 就是說可以稍微看一下說 你這樣吃下去 有時候你以為沒吃多少熱量 結果其實熱量是超高的 但是那個有時候會騙人喔 有時候你自己沒注意到 因為它現在我不知道 那個規定是什麼 它有的是 每100公克的多少熱量 跟每一份有多少熱量 通常你就會看到 每100公克多少 你沒有去注意到那100公克 你可能想說 這一杯飲料大概就67卡 對… 所以說那還好嘛 不好意思 它那一罐就已經300 可能300 對 還要再乘以3 乘以4 而且他們還這樣 我覺得我記得 我以前去買過蘇打餅乾 我想說比較蘇打餅乾 光那個東西 蘇打餅乾 它的每一個 它的標準單位又不一樣 所以我拿了四五個牌子 想要比較東西的時候 它說比較熱量是不是 熱量也好 或者鈉的成分也好 它的那個單位是不同 所以你也沒辦法去比較它的數字 它可能寫24 有一個寫128 你想說怎麼會差那麼多 可是其實它的單位是不同 對 然後它的容量也不同 所以你看了跟沒看一樣 沒關係 因為其實老師有在教 我們都有在聽 對 因為像以前 我也是完全都不看了 後來我們在節目裡面 就是老師有來教什麼 比方說黃色色素 紅色色素 吃得對小孩不好 我們的零食把關 第一道就先篩選這個 所以後來我們就 媽媽們都開始看 那個黃色 紅色 不能吃 可是現在更多了 所以今天大家 媽媽們好不好 大家要認真學一下 如果你這樣子把關 你還買得到東西嗎 好可憲哥講到重點 很多食品 你真的買 還想說到底它也不是黃色 它也不是紅色 可是它都有加那些東西耶 好奇怪喔 沒關係 你如果吃下去中毒死 還沒吃下去 都沒關係 我們現在知道就是說 一個頭兩個大 所以政府過去沒有標示 現在標示很多 我們都不曉得 怎麼去認識這些新的東西 其中有一些是可以吃的 就合法的食品添加劑 但是你如果吃錯了 吃多了 對身體也不好 更何況其他一些 我們你不懂 我也不懂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請了兩位專家 要跟我們來解答 這些專有名詞 接著來告訴我們 到底這些專有名詞裡面 有哪一些是可以吃的 我們就用綠燈 哪一些是不能吃的 我們就用紅燈 哪一些可以吃 但是不要吃太多的 我們用黃燈這樣的話 以後大家買東西 就不會從早上買到晚上9點了 對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最常見的食品添加器 是什麼呢 就是鹿角菜椒 但是它到底在哪些食物裡面 會出現的 我們來看一下 1 2 3 巧克力調味乳 Creamer麵包 以及最喜歡吃的布丁 像巧克力調味乳 我覺得很難想像 因為焦感覺就是要有些Cream 狗狗的感覺 所以布丁跟那個Creamer的麵包 你會懂 可是巧克力調味乳 幹嘛要狗狗的東西 好奇怪 你用餃菜椒是什麼 跟玉蓉有關係嗎 不是 三中藥 那個這很貴囉 那這個好像有一個中藥 那什麼二鹿仙椒 什麼那種 那差很多 所以看到這個成分 有人懂嗎 三位 完全沒人懂 猜 用猜的呢 你覺得它有可能是什麼 跟鹿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嗎 你猜嘛 我猜那個有個膠質 以前我們自己 那個媽媽自己在做果凍 叫做什麼東西 我突然叫不出的名字來 一個泰語 洋菜 對 洋菜那個 洋菜可以自己做果凍的那個東西 對 應該是那個東西 好 所以志強 那你看不懂它沒關係 我們從食物來看好了 你以前就是在吃這三樣食物 你有吃過吧 有 喜歡吃嗎 喜歡吃 你有看過它裡面 到底裝了什麼東西嗎 我沒看過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是跟那種 像那種乳製品該有的東西 就是這個乳膠 乳化劑 對 乳化劑 酸硬蟻酸 對 像那種東西 以前我都不知道什麼 就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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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對啊 所以志強小時候喜歡喝調味乳嗎 因為我記得像我小時候很愛 我超愛喝蘋果調味乳 蘋果的 我覺得很少有蘋果果汁這兩個 蘋果牛奶 對啦 那個牛奶黃色的那個 我知道那是大家很多人 兒時的回憶 小孩子都很喜歡 可是你說最近這樣一直抱完之後 我常常都站在那前面 我想說這些調味乳 蘋果要怎麼樣讓它不會黑 然後又可以加在牛奶裡面 然後可以放那麼久 你不會想說那個調味乳 會不會是生奶過期的之前 然後收回去再加上 加味以後再賣出來 真的假的啦 你們為什麼這樣 亂編 沒有啦 我們為什麼都這樣很緊張 好 那這三樣東西呢 原則應該都 我都吃 都吃 愛吃嗎 很愛 因為像薄酒乳調味乳 那些是因為媽媽 小時候為了打發我們說 你不要吵啦 你喝蜜豆奶 喝牛奶 或者上學的時候就給我們帶 可是我發現 夏天帶去的時候 在學校那可能在書包 溫度也比較高 對 它就會變成糕糕 就是從冰箱拿出來喝 就是覺得還滿涼的 很快 很順口 對 可是如果是包酒乳的話 我覺得就是天氣熱的時候 可能就感覺沒那麼好喝 就有一些不一樣的 會有一些化學變化是不是 對 我覺得可能是我自己 就是放置的時候 可能不太 就不能曝曬或什麼 對 好 好 所以這個鹿角菜椒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三個貴賓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請問我們的營養師 三個叫鹿角菜椒 我們貴賓說那是鹿龍菜椒 差很多 如果是就好囉 我們賺很大喔 鹿角菜椒其實跟鹿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對 它其實是從紅棗裡面 萃取出來的天然的椒體 對 其實這其實跟柔安姐 講得有點類似 對 就是它是一個礁體 所以它其實主要是可以 跟一些離子形成凝膠的作用 算是凝固的一個作用 所以比如說 像可以跟牛奶裡面的蛋白質 形成交互作用之後 可以增加它的安定度 以及增加它的口感 就像我們覺得 喝起來香醇濃 喝起來比較順口 比較香醇 都有可能是加了這個鹿角 它的名詞有白話一點的說法嗎 我自己也在猜 為什麼它叫鹿角 有可能是它是在顯微鏡放大下來看 是不是有那個鹿角的 那個紅棗 我在想 紅棗長起來像鹿角一樣 對 有可能 但是跟鹿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對 請問夏元醫師 這樣聽來鹿角菜椒 它既然是從海藻裡面提煉出來 它應該是天然的 吃下去對人體應該沒有害才對啊 我想鹿角菜椒 它一點都不天然 它跟鹿沒有關係 名字聽起來還滿 還滿珍貴的食材 其實我想它並不是 它都會人工大量製造 是人工的 所以也不是天然植物萃取的 對 因為你天然植物 它沒辦法供應那麼多 它一定是用人工的科技 大量的製造 所以你可以用在什麼 很多我們加工食品當中 所以它主要用途當安定劑 當乳化劑 不過我們最擔心說 如果我們的食品當中 你鹿角菜椒 吃了很 放了很多 濃度很高 有可能 搞不好你一個人吃了後 可能會腸胃道不舒服 腹脹 噁心那些都會 胃潰羊之類的 對 可是像研醫師這樣講 如果它 你說是安定劑的話 我覺得很多食物裡面 幾乎都有 都會加 其實滿多 包括其實不只我們這很多食物 包括我們這什麼 冰淇淋 雙淇淋 我們加鹿角菜椒 所以讓它會更濃 更香 沒錯 它可以安定 可以當乳化劑 安定劑 所以鮑酒乳裡面應該很需要 很多都滿滿多的 重點是要安定 不會變壞 之前那個什麼 零擦飲那個 是不是就是放很多這個東西 所以它才會相濃醇 很有可能 就是說我們很多在鮮乳 可能也都很有可能 它這個放的重點 其實是要讓它不容易變壞 不會變酸 對不對 可是它明明在有效期限內 對 它也可以當做安定劑 還有乳化劑 因為我們在食品製作當中 其實水跟油是不相融的 如果你加了一些鹿角菜椒 一些這樣安定劑 可以讓油跟水部分比較相融 食品會賣相比較好 顏醫師 所以就是說 它有部分其實是天然的去添加 但是因為還是供不應求 所以就後來出現 對 我們還是 所以大家用到鹿角 大量還是人工合成 我們最擔心 如果以一些角度來看 最擔心說鹿角菜椒吃太多 可能會腸胃道不舒服 然後其實大家還最擔心一點 就是說在動物實驗 在國外做了滿多 有關鹿角菜椒動物實驗 老鼠如果你看鹿角菜椒量多的話 會這樣腸胃道發炎 然後甚至有些老鼠 它最後會有腫瘤 癌症喔 對 會有癌症 所以在科學界 大家就擔心說 哇 鹿角菜椒 它用得那麼普遍 它是合法的食品添加 可是如果你既然在動物實驗 它有致癌的餘力 我們擔心說如果我民眾不知道 我每天吃很多加工食品 它用滿多鹿角菜椒 會不會有增加離開的可能 真的 你說像小朋友下午的點心 喝一個巧克力調味乳 加一個布丁 加一個苦力麵包 這三個東西都有了 就你如果吃單一的產品沒關係 問題是從早上到晚上 中間吃太多了 一定過量 所以請問一下醫師 如果說以紅燈 綠燈 黃燈的話 那您給它的是哪一個燈號 因為鹿角菜椒在動物實驗 會有致癌的餘力 所以我是給它紅燈 紅燈 對 這些都是小朋友愛吃的 對啊 就不能過量 小朋友每天在數屋根 不能過量 所以如果我們每天就是選其一吃 這樣可以嗎 對 不過選其一吃 選一個然後花20瓶這樣子 很難形呢 這個量很難抓耶 對 像包括我們每天用的牙膏 也會有鹿角菜椒 它太普遍了 對 太普遍了 沒有 所以用到這個東西上 不過你要穩定 不變壞 就是說讓這個品質不變 一定是這樣對不對 因為誰要口感 刷牙不用口感 不過請問一下醫師 鹿角泰椒 它既然有這種自癌的危機 難道現在沒有可以取代 它的一些產品成分可以用嗎 其實如果以乳化劑來說 其實市面上滿多種乳化劑 比如說像 乾酸甘油脂 二酸甘油脂 也是用滿普遍的 其實我覺得用 像單酸甘 二酸甘也是不錯 不過當然說這種乳化劑 不管是單酸 二酸 也不能吃太多 過量也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危險性 我們常在說 就是說我們要多吃一些天然食物 不要吃加工食品 像加工食品 它可能就加了鹿角菜椒 如果業者沒有標示出來 我們都不知道 是 請問一下營養師 鹿角菜椒既然這麼危險性這麼大 我們又擔心吃過量 那我們怎麼辦 有沒有辦法用其他的方式 來解決 來解讀它 因為其實剛才 顏醫師有提到說 鹿角菜椒對腸胃道 其實是最直接的一個傷害 對 所以我們為了要保護我們的腸胃道 降低對身體的傷害 最好是多吃一些水溶性膳食纖維 高的一些食物 像是比如說 發植菜 木樹芽 地瓜 主食類我們選地瓜 然後豆製品 利用 其實我們會建議大家 因為很多人其實一天三餐都是吃肉類 魚 肉 蛋 其實你增加一些豆製品的比例 那其實就會增加就是一些膳食纖維 因為豆製品 它一定膳食纖維會比肉來得多 所以其實增加它的比例 其實就會降低這些肉類的攝取 其實這些食物都是屬於 水溶性膳食纖維很豐富的 所以吃比較多的水溶性膳食纖維 可以幫我們把它代謝掉嗎 對 像是代謝 然後降低腸胃道的一個負擔以及傷害 對 所以其實 而且剛才也符合剛才演藝師講的 多吃一些天然的東西 來降低這些加工食物的一個 攝取比例 好 再來除了鹿角菜椒以外 潔維還有哪一些成分 我們要注意的 再來這個添加劑 你一定見過牠 但是你卻不認識牠 而且牠的名字很特別 你唸完牠之後 腦筋會一片空白 我們來看一下是誰呢 就是鳥飄林荷甘林酸二娜 誰啊 因為腦袋很空白 牠哪位 志強牠哪位 而且你一定要看著牠唸 憲哥 你不要看牠你唸一遍 鳥飄林荷甘辣 會背不起來 這順序會背不起來 對 太難了 而且這個比上化學課還難 對 我們就知道人飄臉 很少看到鳥飄林 好 馬上來看一下 常見食物有哪些呢 便當 雞食豆湯 番茄醬 還有雞湯塊 浪飄林更燙耶 大家都在吃耶 這什麼啊 這個不要擔心 搞不好在裡面是有可以吃的 對 便當 它是加在便當的哪一塊 我每天吃便當 而且我從小吃到大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便當 為什麼要從小吃到大 為什麼這樣 你家裡是不能做菜 不能開火 不能上來 小時候爸爸媽媽都在工作了 所以我一直放錢回去 他就留錢給我 我自己去買便當回家吃 那你從小已經每天在吃便當了 然後進了演藝圈之後 還這麼愛吃便當 沒辦法 你工作 錄影 吃便當 拍戲 吃便當 我們很會進入營的時候找樂子 你問瓜哥 超會找樂子的 不是 他表示他每次入營 就有回到家的感覺 所以他會更愛入營 有兒時的回憶跟溫暖的 不好意思 你看吃便當也是吃的那邊 一樣可以吃這麼健康 好生態就對了 好 番茄醬跟雞湯塊常吃嗎 雞湯塊 我跟你講 你現在在外面吃火鍋 幾乎都是用雞湯塊 說得也是 之前那個什麼對不對 很有名的 而且廣告又那麼大 對 結果弄的是雞湯塊 裡面還不就是那個什麼 鳥飄零什麼二酸什麼娜 而且我老公好壞喔 因為我們以前小朋友 很喜歡吃那一間的火鍋 然後現在每次經過都說 怎麼樣 再去吃啊 去啊 每天都這樣量一下 對啊 因為知道就會覺得說 還是盡量避免太多人工的 所以像元甄妳看到 有沒有覺得上面的食物排量 棒 很親切 我非常喜歡番茄醬 因為可能就是素食餐廳吃多了 所以他們都有送的番茄醬包 我甚至會把它當零食在吃 它那個辣量不是很高 對 因為其實它味道不太重 後來因為就會 哪有不重 妳很重口味喔 我還會分 就是妳讓我吃那個番茄醬包 我還可以分它是哪一家的 好 每一家口味不一樣嗎 不太一樣 好 妳看這個名詞 我們三位來賓都不懂 我們請問一下營養師 什麼叫做 核甘磷酸辣 妳背得起來耶 憲哥好強喔 好強喔 憲哥完全是看著我講的耶 對 我以為他會看著那個很強 憲哥超強的 對 其實這個鳥包林核甘磷酸辣 妳背得起來耶 妳背得起來耶 核甘磷酸辣 其實它就是俗稱的 這個鳥包林核甘磷酸辣 究竟是我們平常吃的什麼東西呢 你我熟知的BETA胡蘿蔔素 它竟然是致癌的元兇 BETA胡蘿蔔素它有一些營養成分 少量是對我們身體有幫助 我還有做過一個研究就說 對 如果你長期大量攝取那個BETA胡蘿蔔素 這樣得到肺癌激率會增加 好強喔